《多尔滚》 《多尔滚》 《多尔滚》没想到的是,他去世才两个月,就被他自己用力地顺制,就对他掘墓毁尸。 那么,咱们回过头来想想,《多尔滚》当初选择顺制为皇位继承人,究竟选对了,还是选错了呢? 《多尔滚》据照我认为,《多尔滚》选顺制为皇位继承人一点也没错,但是,《多尔滚》在选定顺制为皇位继承人后,所做的那些事情却没做。 好,为什么这么说呢? 当然了,如果从历史贡献来说,《多尔滚》对满清的壮大及稳定,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。 他在皇太极去世后,稳定了整个满清政权,又打进关来,定督北京,把一个北方游牧政权,变成中原政权。 同时消灭了李自成农民军残余势力,为大清王朝的最终稳定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从这个角度来说,《多尔滚》算得上是成功的。 不过今天,我们讨论的不是历史功绩,讨论的是《多尔滚》个人的地位,讨论的是《多尔滚》怎样才不会落到最后被顺制帝局莫毁尸的悲剧。 我认为,《多尔滚》在拥立顺制为皇帝的时候,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但是,当他已经拥立顺制为皇帝以后,目标就有些不太清醒了。 《多尔滚》究竟想要做什么? 他是想顺利地等顺制长大,把权力交给顺制,还是想最终由自己获得最高的权力当皇帝? 顺制拒兆,如果《多尔滚》是想等顺制长大,然后把权力交给他,那他就应该做一个王朝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忠臣。 王朝社会是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,权力只能一极化,不能多极化。 所以,《多尔滚》就必须保证用全部的心思维护顺制的权威。 在顺制长大的时候,就要及时把权力交给他,还挣给他。 就算顺制还没长大,也要在各方面做出表率,带头维护顺制的权威。 让天下知道,只有顺制才是最高的权力中心。 但是《多尔滚》并没有这样做,并没有维护过顺制的权威。 在顺制已经长大以后,《多尔滚》也没有及时地交出权力,还挣给顺制。 显然,他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忠臣的做法。 如果《多尔滚》想获得最高权力,也就是说,想当皇帝。 那么,他就应该早做打算,早做谋划。 毕竟顺制帝在一天天长大,顺制帝长大以后,就不得不把权力交到顺制帝的手里。 当然了,也不能说多尔滚并没有这样做。 事实上,他为了独掌权力,做了不少工作。 如害死了曾经的皇位竞争者豪格,比如把和他一起执政的吉尔哈拉挤到一边。 比如,把他自己掌控的正白旗和香白旗升格为上三旗,把原先的正黄旗,香黄旗放入下五旗之地。 比如凡事都是自己做主,不让顺制有插手权力的机会,等了。 孝庄太后聚照,但是,所有这一切都还不够,多尔滚有三件事没有做好。 一是没有处理好摇拜的问题。 摇拜是整个顺制集团最重要的力量,只要摇拜存在,多尔滚就不容易做大。 二是没有处理好孝庄太后的问题,孝庄也是顺制集团中非常重要的力量。 三是多尔滚没有考虑后代培养的问题。 多尔滚没有后代,他从兄弟多多那里,过去的一个儿子多尔伯,但是并没有着力培养多尔伯。 这三件事,多尔滚也在做,但是一件也没做好,至少效果显得不是很明显。 当然了,也许多尔滚的目标也是明确的,他一直在往第二种选择上走。 不过,因为,因年坠马而死的缘故,他的目标最终没有实现。 顺制地抓到机会,小宇宙爆发,对他实施了掘墓毁尸。 参考资料,轻时搞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参考资料,轻时搞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